Hello 我是家聰 今天要去試駕Tesla的Model X 喂 精神 我幫你關門 按鈕就自動會關 今天非常感謝TikTok Macau的Walky 搬了Tesla的Model X過來 它的螢幕一直在後面 它會提醒你沒有安全帶 犯法 直播 不知道 家聰是否第一次坐Tesla 是 有點猶豫 我在想我有沒有坐過 我不是 我坐過 坐過Model X 又不是 另外一款 Model S 我不知道Model什麼 暫時只有兩款 在香港坐過 Huba 它的天窗很大 大家看看這個 全世界唯一用在車上的 戰變色弧道一體玻璃 不同的駕駛者 燈和你的設定 有記憶 兩車的時候 按回自己 駕駛的模式 按回你 不同的成員 有自己駕駛的旁邊 按一個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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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自己的兒女駕駛 這樣就很便宜 你要發覺 它變成了軚盤 這個就是輔助駕駛 它就是向自己拍兩下 車就進入輔助駕駛模式 你要發覺它是跟車的 前車是輔助前距離 它真的有80 但是它不會超速 它根據當前道路的限制 可以調整自己的出道 如果沒有人在駕駛線 會減慢速度 在這件事來說 最高級的自動駕駛 它會控制軚盤的方向 它除了速度外 它還有控制 主要是根據前車的距離 如果前車的距離 它會追上去 現在它會暈了一點點 感覺到跟它近了 會轉彎的 慢慢會有一個微微的彎 會適合兩條白色的線 慢慢轉下去 它自動駕駛轉彎的性能 有些擔心它甩尾 其實它現在呢 跟著線 但其實也要動一下 它不用動的 它還要控制軚盤 安全地見到一個稱職的駕駛員 千萬不要學 我看到它現在追上去 跟著線 我到這裡會選擇慢 因為你走40 嘩 它馬上入隧道 轉回30 嘩 這些是被人迫的 對 現在踩一下駕駛駛 我把車子掌管 給車子自己走 你看到沒有了軚盤 因為它適別到 4次自動駕駛 它怎樣去判斷 適宜還是不適宜 它要看路面情況 路面比較廣闊 清晰一點的路況 它就可以自動駕駛 哦 它看到路後 它會給你掌管 因為機器覺得自己判斷不到 即是讓線 是的 對 輔助駕駛 給一些高速公路 平時就不會當它自己開車 要靠任何的判斷 駕駛也有安全自上 最終都是自己的命 沒錯 現在我們回彎去自己轉 嘩 它自己轉彎 對 再看彎位 它跟著弧道 慢慢跟著線 一轉彎 它是用熱力來開這部車 前面有個鏡頭 它就是60 不攻守法 我們示範先放一張手 停止駕駛 一定要捉住 前面有個彎的 像管花 因為有些危險 我怕惯性飄移 小心掉尾 通常大直路的軚盆 都是放著 給它控制的油 我們可以厚一下腳 多點關注一下路面的情況 這個暫時來說 還未太容易去接受 好似一個 嘗試接受新市民的心態 但是安全第一 大家當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滿Tesla公司Tesh Drive 就是這些科技 整個操作其實很簡單 家中平時有這麼多駕駛的 平時也是 這車太重 2.5噸 應該不是很吸氣 沒問題 好吧 我現在就坐了一會兒 去到一條大直路 聽Walky說 現在會試一個 狂暴模式 作為一個奉公守法的駕駛者 我們是不超速的 它零到一百來三秒 對 我們轉這個去吧 為什麼 這個叫狂暴模式 狂暴模式 對 試試狂暴模式 有沒有心理準備 都沒什麼 我試試看多狂暴 你知道我坐車 駕駛一百六那些 我沒什麼難度 是嗎 你是駕駛 我不是駕駛 我不是駕駛 對不起 我們準備直路 讓你看看直路 準備直路 駕駛車差不多 差不多 腳軟 還有水 還有水 還有故事的水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就 讓你駕駛吧 讓我駕駛馬駛 讓你見識我駕駛車的水 用腳 可以了 一起駕駛 駕駛 很方便 平常駕駛什麼 日本車 八六 對TESA有興趣嗎 也有 買不到 暗亮一下 拍亮一下 你看到有軚盤 你就儘量 輕輕碰著軚盤 給它提示 很科幻 甚麼都沒有踩 很特別 因為你一直駕駛 腳一定踩上去 已經有習慣 我突然覺得右腳很空虛 始終你要習慣這件事 現在就去接今天的特別嘉賓 YELLO 我們繞了八九個圈 在等YELLO 不要緊 我懲罰她遲到 待會我們會開一個 狂暴模式來對付她 終於來了 黃小姐 Oh my god 遲到黃小姐 好 等到YELLO了 YELLO去試一下這部車 然後我們就去吃東西 玩一下 你可以看一看這裡 這裡有一個叫Ludicrous 寒暴模式 不行 我覺得好像搶過山車 心裡覺得很累 我們轉一點 你這樣嗎 可以轉一些舒適模式 就是 這時是對應的 暗門的位置 兩下 就在關門 那邊 暗車尾兩下 噢.. 暗車頭位置 啊 車頭是 是有C 車頭可以把東西 我車你了 發哥 我車你了 好去坐黃小姐的車 大家拍著 這是我最後的樣子來 我們特地訂了兩個車位 給王小姐 可不可以拍車 我可不可以放手? 我放腳了 我知道 我放腳了 我放腳了 我自己拍車了 我的天 好了 拍完車了 今天帶大家吃一間奧環 非常好吃 叫蹺跡 大家去吃一吃 出發 好了 吃完東西了 那要去哪裡呢 要去 就要去拿車了 聽說這部車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自動開車門功能 我只需要帶著這部車士 然後走在車上 它就會自開門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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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一條路 非常聰明 那我現在就上車了 這部車還有一個跳舞功能 試一試它 你幫我們拍不拍到嗎? 你幫我們拍嗎? 你幫我們拍嗎? 我開始覺得我應該不行了 你信心自己 我可以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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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才叫我展示拍攝技術就是這個 拍完車了 現在王小姐要去彩虹屋拍照 做一個隨波觸流的人 不是啊 我要去幫你拍照 因為我覺得你太獨特了 你這個樣子 太特別了 你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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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適合Yellow這些 不太少在這裡 去拍照 床屋非常漂亮 也要拍照 留念 所以我也不例外 終於等Yellow拍完照 那現在我們今天的最後一站 去哪裡呢? 又要去這裡 就是這裡 充電站 駕駛車 一定要充電 換加上政府有三十多個充電站 三十多個充電 全部都是免費充電 其實我們今天雖然沒有怎麼走 你看到 應該沒有什麼用電 但我們其實只要開冷氣 我們都開了一百公里了 應該因為我們沒有停 那個冷氣 還是開到最大 沒辦法 今天真的太熱了 新圖拍會 停在場裡 有充電 我們現在就試試充電 不知道這裡充電 可以有多快 充電嗎? 可以有多快 要快可以很快 要快可以很快 20分鐘是充250公里 還剩下150公里 這樣就可以了嗎? 綠色燈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 整部車有空沒去做 就充電 各方面就可以了 今天我這條影片差不多了 多謝今天Yellow 陪我過來 多謝聚轉勁的 王小姐 還有全靠 Walky TikTok蜜卡 TikTok蜜卡 大家有空 錯手按個like TikTok蜜卡 到時候可以關注一下它 非常之多科技 可以看一看 下次再見了 拜拜